傳輸總統貼了心 要在7月提名 您出來選市長 有沒有這一回事 好 然後第二題是想請教王執行長說 被說這次規劃這個篩檢算 動線有功 那可不可以請執行長來幫我們舉例說 可能是怎麼樣的內容 做了哪些事情 感謝 我想沒有什麼功德 都分類的工作 那我想 那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所以沒有什麼有功 不有功的問題 那大家就是得到任務以後 盡量去規劃 那讓他這個可以實施 那民眾可以有效利用 我想大致上就是這個狀況 好 那選舉的事情 當然現在先不談了 那第二 我還是要澄清一下 其實執行長 他就是我們醫院的執行長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他我們在平常也參與這政策相關的規劃 那他其實最重要的任務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部立醫院的一個管理 加上我們醫療應變組 所以他是 其實他是屬於最多的 我們大概 需要到第一線工作的時候 可能都是要拜託王執行長 因為他在醫院的管理裡面 而且他現在也是公立醫院的 公立醫院的 公立醫院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相關醫院的聯繫也都比較好 所以平常起來大概就會運作的比較順暢 侯友宜市長說 不要用高高在上的姿態說話 那您 會不會覺得這樣子有點委屈 那另外想問說 因為今天早上有媒體在問說 是不是有想要徵衛府部長的位子 那對此您怎麼回應 謝謝 我從老一就是用最誠懇的態度在說話 那如果有讓人家有覺得這種感覺 那我想我會這個深知的檢討 那麼我想我都是在自己的位子上 把這個工作的盡心盡力做好 從來沒有最想說是未來的事 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要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呢 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剩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